我們要進入這個中和選區啦 因為我們今天吳征在場 吳征特別帶了一根高爾夫球桿來 全民運動 大家一起打高爾夫 你從後面沒有take我 來 全民運動 大家一起推桿 因為原來發現 這個國民黨提名的立委參選人 張志倫 他爸是張慶忠 也就是那個當初服貌三分鐘有沒有 三分鐘還五分鐘 三分鐘 半分鐘 三分鐘 對不起 我對你真的是太友善了 是半分鐘 來 結果發現他們家你看這個頂樓加蓋 結果是什麼 是高爾夫球場 他用網子 弄起來 然後因為就是怕球會飛出來 然後裡面有草皮啊 小國嶺什麼的 哇塞 違建 然後要記得運動健身 這個要請吳征來做說明 你怎麼發現他們家還有這種 哇啊 健身房呢 沒有這個其實也是有人跟媒體爆料 那所以這個案子馬上就讓我們想到 之前 我拿起來好了 這個高爾夫 高爾夫很好 但是呢 各位觀眾朋友 你如果喜歡高爾夫 想要在自己家裡推一下 是不是只能在房間 勉強買一個小坡道 自己推一下 990塊我蠻多 對就小小的那種 990塊我蠻多 你看我們余將軍當到將軍了 還是只能在家裡這樣 小小推一下 但是我們綜合張慶忠家族 幾十億的家產就是有辦法這樣搞 直接一棟房子透天處頂樓 蓋成空中的高爾夫練棋場 所以剛剛一開始我們上節目 拿出來很多觀眾朋友在問這什麼梗 今天最新的梗 就我們綜合張家自己蓋一個空中高爾夫 而且很多 這個案子出來以後 很多民眾選民還問我 說他在那邊 他說 吳正你這個要去追 那邊他們是不是有盈利 是不是有非法的收入 你要追清楚 我說沒有搞錯了 沒有盈利 這是他們家自己在打的 我們家自己要玩的 怎樣 只有張家仁才可以用 張家仁才可以進去練習高爾夫 一般人是進不去的 好所以剛剛講到這個 就是說這個事情其實也是 有人民眾去跟這個媒體爆料 媒體就去跟 就跟細紙料家一模一樣 為什麼民眾去爆料 因為民眾也說了嘛 一直檢舉 怎麼新北市政府都沒有反應 所以看出來了 因為這個 你看這個違建照片很清楚嘛 整個綠色網子一格就格起來 你是旁邊隔壁曬衣服 就隔壁奇怪 怎麼通通綠色圍起來了 一般沒有人這樣搞的 裡面是在做什麼奇怪事情 有人就去檢舉 檢舉但因為我的對手 國民黨張志倫 他爸爸之前是立委 國民黨張進忠 媽媽是現任的市議員 陳錦定 這個叫後台很硬 所以跟細紙料家一樣 檢舉不動 那這個民眾呢 就跟周刊去媒體去爆料 所以他們家媽媽是現任議員 爸爸是前立委 然後兒子要參選立委 這個就算檢舉新北可能也會放水 這檢舉一定是國民黨繼承自己檢舉的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要綠的應該要藍網 原來是這樣 顏色用錯 而且今天他出來回應說 這個叫大家不要政治追殺 這個是叫做寄存違建 民國80年就出來的 但是剛剛最新的新聞 新北的違建拆除大隊已經出來講了 這個是新違建 四樓整層要拆 好不好 所以到了今天早上 你看這個國民黨的這個張志倫 張慶忠還在說謊 不容易面對他們自己 把一個私人的透天柱 改造成御用的空中高爾夫花園 有沒有大家覺得汗為觀止 而且我看新聞好像說裡面其實 除了這個推桿啊 高爾夫球場好像還有籃球 還可以打籃球啊 我的天啊 想幹嘛就幹嘛 可以投籃啊 可以投籃啊 中和運動場 對對對 所以我們要先來看一下 今天早上這個 吳征他們揭發這件事情之後 張志倫也算是動作快 一大早立刻 顧了這個拆除公班 到現場去拆 我們先來看一下今天早上的畫面 這沒有乾通 帶您關心啊 目前記者所在的位子 就是新北這個 立委參選張志倫家族的住宅 這邊中和住宅三層樓的透天錯 但是被民眾爆出喔 這個第四層的頂樓加蓋 全部都是個違建 甚至呢 在這個違建裡面還蓋了籃球場 以及高爾夫球場等設施喔 不過被周刊爆料之後呢 張家呢已經緊急火速的自請公班來拆除 而今天公班大概六七個工人 早上就來到這邊進行拆除作業 那包含了先把前面簡單的這個鐵網拆除之外呢 也開始把綠色的草皮刨除再開挖的動作喔 那其實這個住宅除了是張志倫家族之外呢 比較有名的就是前立委張慶忠所持有喔 那這邊其實根據附近民眾跟鄰居的了解呢 他張慶忠是不住在這邊 這邊大部分呢都是由兒子在出入 那也曾經被周刊拍到說張志倫的張慶忠的長子呢 也在這邊打高爾夫球喔 但是被民眾爆料這個部分呢 新北市府這邊是表示說 並沒有接獲相關的爆料 因此也對這一個建築的違建狀況是毫無所惜 我覺得真的是蠻爽的 自己家頂樓有空中高爾夫球練習場有沒有 然後剛剛呢李政浩呢 也在那邊研究高爾夫要怎麼打 兩邊要握 雙膝要圍彎 屁股要恰起來好不好 等一下他還請正浩補充一下 我覺得國民黨的人真的很愛打高爾夫 因為你看張志倫他們家有這個違建 你記不記得當時 嚴寬恆 國靈 嚴寬恆他們家大門有沒有 那個莊園違建 旁邊也是高爾夫球的綠色草皮 哇塞都玩一些貴族的遊戲呢 好 正浩要來補充 張志倫的爸爸張慶忠他家 所以跟張志倫沒有關係啊 那張志倫說我拆啦 我叫我爸爸拆 怎樣 都爸爸的事 爸爸拆 所以不要阻礙我參選之路 有沒有看過拿高爾夫球肝上台的來賓 我想請問他是誰 他是誰 哇塞 不知道 他是誰 我還真不認識他 張志倫你都不認識 綜合胎哥物質你都不認識 我覺得他知名度偏低啦 他是綜合胎哥物質 請幫他證明好不好 綜合五支張志倫 現在狀況是這樣子 因為張志倫他們家 這算是他們起家處啦 這個起家處 代表被這種 這種 這個平價的外表 所欺騙了 對 張家的家產非常非常多 那後面的事情 等一下 他不是摩鐵大王嗎 對 那你去摩鐵裡面弄一個高爾夫球場 沒有 起家處不能亂猜 他沒有要猜啊 我的意思是說 你在摩鐵裡面弄高爾夫球場 不是嗎 你幹嘛在自己家 在家裡才尊龍嗎 好辣好辣 好麻煩 我先跟大家報告 他們這一次的整個違建爭議 有什麼東西 你有沒有發現 這一棟是張志倫他們家 有沒有發現 跟隔壁比起來高的不是半點 對耶 比較高 一高高一倍 對耶 人家屋頂在這 人家在屋頂裡面 大家都是二樓 所以他們家是四樓 所以他的違建其實有兩個爭議 第一個 他已經把二樓加成三樓 那三樓二樓加三樓之外 不夠 老子要打高爾夫球 再把三樓加到四樓 帥啦 這是違建中的違建 無政府的啦 違建中的樓中樓 這第一件事 違建蓋樓中樓的也算是奇葩 厲害厲害 這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違建有分 記存違建跟新違建 對 新北市的拆手大隊 今天已經去判斷了 三樓確實是記存違建 這一塊 可是四樓這一塊是屬於新違建 所以張志倫第一時間是說謊的 張志倫第一時間透過媒體發言說 這些都是記存違建 但是我該猜還是會猜 這件事情是第二個謊言 也是第二個重點 第三件事情 頂樓違建加蓋 我們一路上討論非常非常多 頂樓的使用 還是有分等級的 比如說像我們家 我們家的頂樓 就是用來種花花草草 就是我爸沒事 看到我媽覺得悶的時候 就去上樓 種一些花花草草 撈到嫌煩啊 一種一整個下午 這是一般人 那再來呢 稍微過分一點 就是柯媽媽 他頂樓弄了一個違建 弄了違建 柯媽媽用來幹嘛 比賽 比賽 就是 這是什麼曬衣服的 這叫Level 2 那Level 3呢 我有看過 有的上面可能會擺個乒乓球桌 有沒有 對 堆一些雜物 對不對 這叫做Level 3 跟他們家不一樣 他們叫Level 4 最高等級上面擺高爾夫練習場 哇賽 所以我們戲子廖先祥是resort 這個叫做Golf Club 對不對 戲子廖先祥他們家是resort Reno是所謂的度假村 他們這叫Golf Club 就是一般就是叫做高爾夫俱樂部 要有會員金卡才能進去的嗎 私人的啦 哇讚喔 所以綜合太子就是綜合太子 對 家裡的違建比人家高兩倍 違建使用呢 也比人家華麗兩倍 這就是我們綜合太子 趙志倫 太子是簡稱 全稱叫Tiger Woods 太子是簡稱 全名叫Tiger Woods 好好笑喔